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有一名护理师在脸书上发文 有阴阳眼的他说 有一次,某一床病人过世后不到一小时 就有心病人要进院来睡这一床 我想说过去看一下准备好了没 却发现,已经过世的那位爷爷灵魂还躺在床上 我告诉爷爷,他已经过世了 要赶快离开,等等会有新的病人过来 但一直到新病人报到,坐在床上后 过世的爷爷依然躺着不走 我再告诉爷爷一次,请他快离开 神奇的是,他真的立马离开 但是隔天,隔壁床的爷爷竟然超突然的就过世了 也让他好奇,病人死掉,翻床真的有用吗? 命理师姜伯勒说明,病人死后一时间仍然不清楚自己已经死亡 翻床这个动作是在告诉他该离开了 否则下一位病人躺上去恐怕会被押床 而某一个病人去世后,附近或同一床的人也相继离开 这情况是因为他不晓得自己死了 怨气深还流连在此处,年代影响旁边虚弱的病人 命理师姜伯勒表示,翻床是台湾的民间习俗 过去在家中死亡的人都会烧掉他睡的床 怕他会回家睡觉,导致睡在同床的伴侣亲人倒霉 因此,想避免住院时被影响 可以先求个平安福 或是用阴阳水沾七片榕树叶将床静一静 禀报神明,家中哪位亲人到哪家医院治疗 住院请神明保佑 病人若在自家的床铺上往生 这床铺该怎么处理才好呢?有什么忌讳? 常有人问,亲人病死在床上 那么这床铺该怎么处理呢? 这可要先看是什么样的床了 在古时候,床多为木制的红架装床 床铺上方设有木架,以便纹帐可以挂住、罩住 然而,亲人若在床上绝了气 纹帐会演如天罗地网般 压住亲人的灵魂,使其无法顺利升天 传说,这会害亲人一直受单床架之苦 所以才有机会病人死在床上之说 而要尽可能的留一口气,单铺到厅堂,再给断气 然而,床也是灵魂会俱炼的地方 因此,家中有人往身后常见 会把床铺拆下来,见天晒个几天的太阳 使除去一些病毒与晦气,然后继续使用 因为,以前的人,床是死者留给后代的财产之一 也是一个念想 有说,这是个福气,是不可丢弃也 然而,现今社会所用的床已经大不相同了 现在的床大多是木架、铁架加上厚厚的床铺 床上方也没有再装置任何可挂着纹帐的设计 因此,如果认为床架都老旧不堪 那么,就等丧礼结束时,就床架与床铺整组一起丢掉吧 尤其是床铺最会滋生黴菌细菌,并且容易常有病人的味道 建议,若不是夺心夺好的床铺也最好丢了 如果舍不得丢弃,也要翻床铺,净空消毒或重新整理清洁 并且换个位置摆放 至于留不留,会不会有什么忌讳之事 那就看您与亡者生前相处关系如何了 若怕堵物私人是一种折磨 总觉得不想再看到亡者的遗物 那么,也可先将床收拾粗藏一簇,眼不见为尽 不然,也可连同往生者佩戴过使用过的金链、珠宝、手表 加腕、穀物等等,一同捐出去 当然,也可像早期的社会 一把火将遗物全部烧给亡者 医院特有的仪式,翻床垫 只要病床有病人、CPR或者敌视 清洁人员打扫完病房 在铺床之前,护理人员会做一件特殊的动作 就是翻床垫 意思就是驱逐坏气场 坏的翻过去,好的,转进来 有一位护士说 他纳承的一间病房有双人床 这间病房离护理站最近 控床人员习惯 只要靠床位置的那张床一控下来 就会优先排病人 偏偏最近躺在这张病床上的每一位病人 状况一直都不好 一床接着一床急救或转加护病房 甚至还有两位病人接连在这床病床上去世 每个街道照顾这床病人的护理师压力都非常大 整个班都是绷着 这天,这张病床的病人又因为急救后转加护病房了 床位一控下来 控床中心马上又排了一位SICU外科加护病房开脑手术后的病人进来 这位病人已经在SICU观察多日 病情稳定 经医师评估后可转至普通病房 这位病人是一位又高又壮的年轻人 来到病房前照惯例 我们先把床垫翻转一次 病人身上有鼻胃管、尿管器切需要氧气使用 头部伤口引流管点滴 格拉斯哥分泌指数简称GCS评估为9分 而满分为15分 家属害怕自己不会照顾 所以请了一位看护人员 这位看护阿姨是医院里非常资深 能力也很强的照护员 只要看到的是她 我们都会非常开心 病人转进来这几天 病情稳定 头部伤口引流液也明显减少 意识偶尔清醒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于昏睡状态 病人无法自主呼吸 脖子的地方有一个器切 医主开立氧气的使用 氧气是属于壁式的 有点像中央空调的概念 由一个地方输送到整个病房 就在做完白斑下午一点治疗的时候 这间病房突然冒着白烟 不是水蒸气的那种烟雾 而是像喷干冰一样的 病房里浓浓的一片白雾 整个护理站的人都看到了 别床的病人跟家属也都好奇的往这间病房里看 我跟好几位同事也站在病房里研究 这奇怪的白雾是哪里冒出来的 抠了公务客的同事来检查 一开始以为是氧气的关系 公务客人员说 这氧气没有问题 如果会冒烟 整个医院不就雾茫茫的了 这怪异现象大概持续了三至五分钟 看护阿姨说 我觉得有点发毛 这间病房可能是要请道士来进一进 驱魔辟邪一下 我说 医院怎么可能让你请道士来呀 全部病房的人不吓死才怪 看护阿姨说 这实在太诡异了 我看我自己来好了 用敏加粗言 做点简单的驱魔仪式 不然 这奇怪的现象要怎么解释呢 我也知道你们这张床 已经不顺很久了 不想我照顾的病患又发生什么事情啊 隔天 这位看护阿姨准备好东西 开始做法 借她嘴巴念念有词 坏东西出去 脏东西出去 不要逗留在这里 一边撒混着出盐的米 说着 南无阿弥陀佛 佛主保佑 观世音菩萨 耶稣保佑 阿们 这一切都没人看到 照护员阿姨私下完成了这个仪式 我说 你什么神都请出来了哦 她说 当然 多请几位力量才够啊 不然 实在太不安心了 于事完毕后 病房没有再发生奇怪的现象 接下来 病人住院这几天也非常平静 最后 复原良好 顺利的出院了 单位上的同事也都非常庆幸 因为这张床 终于可以不用再翻了 下次 当你们在医院看到护理人员 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翻床垫的时候 不用太担心或是害怕 因为这是我们除了医疗团队能做处理以外的特殊仪式 就像有人会在电脑仪器上面放一包乖乖 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有人问我 医院哪张病床是干净没有病人往生的 我只能告诉你 很抱歉 可能没有 就连医生值班室里休息的病床 也可能是有病人在上面往生的 不用太害怕 因为连我们自己生病也都是一样躺在病床上的 只要用平常心看待 就好